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今天到饭店修一个中央空调漏水 应该说顶棚开始漏水,一滴一滴往下滴 而且有两台机器爆故障代码一溢 故障代码一溢,我查了一下 就是水位过高保护 就是空调的接水盆里边水位过高 然后内积就保护了,不工作了 如果工作的话,水就会溢出来 咱们一会儿就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个空调是一拖漆的 这边是吸风口,那边是出风口 控制面板按到这个位置 按在检修口上 现在有两个房间爆故障代码一溢 其他的都是玩好的 说明爆故障代码的那两台机器 可能是接水盆偏低一些 因为它就是自然排水的嘛 安装的时候接水方式都是从高管滴流的 一会儿咱们再检查一下管路 这个地方从上面往下滴水 用户把顶棚都给扒开了 下面用个桶接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排水管的位置找到了 从顶棚上面下来以后啊 接到这个下水管里边去了 接下水管它这个地方整了一个U型管 可能是防止反味的 然后我把那个地方给它拽开了 拽开以后啊 里边有老鼻子水出来了 滑滑的弯弯流啊 刚开始拽开的时候就一点水 然后过了一会儿啊 水才全部流出来 这说明啊里边肯定有空气压不出去 压不出去以后啊 导致上面的水排不出来 才堵塞了 所以这个东西用U型的它是不是太实用啊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肯定影响排水 没有这种直接排就往好 所以说它这个空调路水问题啊 就该这个U型管的问题 这个水自然往下排就排不出去 一会儿看看把管直接往这边走 这就有个地漏 只要它往地漏里边流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水管改完了以后 试机试了一个小时 排水管排水完全没有问题 里边那街也不报警了 设定17度 效果特别好 如果水满了以后就报故障代码了 所以它那个U型管设计是有问题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